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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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的欲望多多 本性自私自利 事情成功了便享受功劳 事情失败了便推诿过错 即便圣人也难以克服这一弱点 大概人之本性就是如此吧 欲望太多则贪婪 崇尚私利则枉法 罪孽由此而生 百姓害怕惩罚 官吏恐惧灾祸 或许因此而收敛自己的妄性 只是人会随机变换花招 谁都难以预料 形成危害常常因为疏于考察 造成祸患往往由于心慈受难 齐桓公过分信赖宠臣 以致惨死 家族衰败 吴王夫拆不仁灭掉越国 最忠亡了自己的国家 至亲之情莫过于富于子 可是像杨广那样的逆子总是存在 恩慈之风莫胜于军对陈 但是像王莽那样的奸臣从未断绝 因此说人心多寒狡诈 不能光看外表 时间冷暖缺少情义 慈善家最忠成就不了功名 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 防范他人不要心存侥幸 不沿袭这个门道 哪能称得上是个有智慧的人啊 罗志经第二篇 是《上卷》 原文 《未上者疑》 《未下者拒》 《上下备得》 祸必兴焉 上者骄 安其心已顺 上者忧 取其患已终 顺不必昧 终不计取 虽为人够 亦不可少为也 上所语 自可取 生死于人 安能亦护 是以智者 善亏上亦 与者固持己见 福或相亦 贤于此耳 人主莫喜强尘 沉下戒怀妄念 沉枪则死 念妄则亡 周公上未焉 况他人护 尚无不至 沉无至嫌 公归上 罪归己 借体福气 知永物嫌 虽致轻易忍诀 纵为恶意不让 诚如是也 非徒上宠 而又宠无衰影 一文 上司疑心重 下属恐惧多 上下离心背得 或是必然发生 高高在上的人骄横 顺从可使其心安 高高在上的人忧虑 忠诚能消其忧患 表现顺 从无需避讳 封营谄媚 表示忠诚 不必忌讳 丑陋不端 即使遭众人增骂 仍要我心我素 甚至变本加厉 上头的赏赐 尽管拿来享用 自己的性命都捏在主子手里 怎能违背其意志呢 因此 智者善于窥探上风意图 与人只会固执己见 他们俘获不同 诀窍就在于此啊 当主子的都不惜欢臣属实力强大 当臣子的要借出心中的非分之想 未臣者追求权势 必将走上绝路 心存妄念 无异于自绝坟墓 周公但功高位尊上且惧怕 何况是普通人呢 上次没有不聪明的 下属再贤良也不畏过 功劳属于主子 罪过留给自己 常怀戒备警惕之心 不要张扬你的智慧和勇气 虽为至亲至爱 也要忍痛断绝关系 纵于罪孽恶行 也不要站出来指责 如果真能如此行事 不仅能得宠 而且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层层上司宠下去 我们看完罗之经第一集第二卷 是否开始对这位唐代大监陈来俊臣 产生敬佩之意呢 他居然可以将人性扭曲 与八戒上撕写得如此冠冕堂皇 真是让说书人惊讶到沉思许久啊 各位客观是否有其他的感触呢 再请各位多多关注说书人 我们下回再继续好好聊聊 这本中国罗之罪状 陷害无辜的京士宝典 罗之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